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下三個春天的髮型 簡單又容易做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第一個髮型是一個比較sweet又可愛的髮型來的 在做頭之前我習慣用直髮夾一下前音 前音就不會太扁 一來我就不想頭髮太軟 二來我就想頭髮有光澤感 所以之後我就會用轉轉去夾了頭髮 就不用太軟 有少少軟的話 設頭也會更好看 因為我的頭殼頂其實都比較扁 所以我會在頭頂也夾多幾下 基本上每一次設頭之前 這些前期的工作我都會先做 然後才會開始設頭 然後可以將其中一邊以上方的頭髮 撥去另一邊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摁 其實三手邊還是兩手邊都是沒所謂的 最主要就是不要紮得太緊 鬆鬆地 多數我都會留下髮尾少少 就不會太扁 紮到差不多就可以下橡筋固定 同時就可以拉鬆一點頭髮 令到那條邊會更加立體 最後下一個漂亮的頭顏 就完成了 第二個髮型就是一個有少少熟女風的頭 很適合去喝或者做姐妹的時候摘 首先先把頭殼頂的頭髮拿起 把它盤去一邊 這樣可以放在自己面比較漂亮的一邊 然後可以落夾固定 以上方還有些頭髮 可以把它拉過去同一邊 如果你的頭頂太扁 建議這些一支頭髮可以先削 然後再盤過去 把其中一邊剩下來的頭髮分成兩部分 把它交叉交叉這樣切在一起 然後落夾固定 最主要就是把頭髮盤在一邊 這邊好像還有一些頭髮多了出來 我就把它分成兩部分 把它也是交叉交叉這樣切在一起 然後拉鬆一點 把它收在後面落夾固定 完成之後大家可以用直髮夾 又或者是軟髮夾 把髮尾捲回軟少少 這樣就可以這個型就會再出一點 看下去的層次也會豐富一點 平時紮得多晚尾都會有點滿 今次第三個髮型就教你紮一條有趣一點的晚尾 我先把左右兩邊的少少頭髮放出來 待會可以夾固少少和遮蓋面型 先用梳梳順頭髮 炸一條高的馬尾 然後用橡筋固定 然後就在原本綁了橡筋的位置 隔一隻手指左右 就落多一條橡筋 然後在橡筋和橡筋之間 用手拉開一個洞 把本身的馬尾塞進去 再拿出來 拉鬆一點點 那就完成第一部分了 第二部分都一樣 在隔一隻手指位左右 再落多一條橡筋 然後在第二條橡筋和第三條橡筋中間 拉開一個洞 把頭髮再放進去 那就完成了第二部分了 如果你頭髮比我長的話 你甚至可以做到第三、第四層 完成之後就可以加上髮夾了 記得條邊拉鬆一點點會比較好看 最先留起頭髮 就可以用直髮夾或是把髮夾夾夾夾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分享的話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和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見啦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